巴西奧運剛結束 你知道 成為一個奧運運動員 有多困難嗎? 你必須是你國家最強的代表 很多人一輩子都辦不到 運動員Morlick Akinosin 在2011年17歲的時候 就發文說 我五年後會參加奧運 他今年在2016 巴西奧運 實現了他當時的話 他怎麼辦到的? 還有 游泳運動員Joseph Skooling 在2008年和他的偶像Michael Phelps 第一次見面 他今年21歲 在巴西奧運 打敗了Michael Phelps 獲得了金牌 他又是怎麼辦到的? 這些優秀運動員的秘密就是 他們的目標很明確 當他們下定決心要成功 他們所有的精神 所有的力量 都集中在目標上 路程中遇到的小失敗 他們心裡的話 不是我不夠好 而是我訓練的還不夠 我們的未來是掌控在自己的手裡 如果沒有目標 未來就沒有方向 能量就會分散 你的目標或夢想是什麼? 只要你有目標 你就可以做得到 You can do it! 請降臣 第三 representing 第三 注意 說